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对此 香港经济日报引述BBC中文网的报导指出 华为孟晚舟事件以及贸易协商尚未完成 都使得寒蝉效应逐渐弥漫于中美交往的各个角落 创立于1987年的德州奥斯汀西南偏南 原本只是单纯的音乐节 但经过数十年的演进 如今已经成为一个颠覆传统的科技文化盛会 不仅提供音乐 电影 游戏 多媒体互动 等创新业者发挥的平台 也借由大型论坛的举办刺激多元思考 例如特斯拉执行张马斯克等 具有影响力的行业领袖分享洞见 推特等独角兽公司也曾经在此展露光芒 媒体总是形容在西南偏南 可以看见世界未来的样子 不过野心勃勃想要成为世界强国的中国 今年似乎没多少企业参加盛会 BBC中文网报道 中国科技媒体品玩的记者杜成表示 中国今年不如以往高调 可能有两个原因 一是中国国内经济放缓 初创企业遭遇寒冬 许多中国企业遭遇海外扩张的困境 第二则是中美关系不稳 华企想避避风头 腾讯 华为 阿里巴巴就是明显的例子 去年腾讯集团展示核心业务微信 今年之以音乐板块亮相 阿里的设计专家参加了多个研讨会 但并没有触及公司的海外策略 而华为呢更是直接缺席 然而尽管中国四季退潮 但地方政府代表却首度出现在西南偏南 成都市委宣传部常务副部长张应鸣 在推介会上介绍了近年来成都的城市发展战略和成就 也展示了猫熊相关的文创产品 成都和奥斯丁同为世界文化名城论坛中 发展势头强劲的城市 双方都有意彼此建交成为友好城市 出席活动的奥斯丁市长阿德勒说 虽然对贸易战存在忧虑 但更担心的是人才交流受限 即便中国企业在西南偏南上并不是特别抢眼 但西方科技界依然关注中国 设立了与中国相关的研讨会 中美贸易战延伸至科技层面 PBC中文网引述风险投资人 宾威廉的看法 一些在中国生产零件 在美国组装的企业 不得不在关税和知识产权 被盗风险之间二选一 在两大强国产生摩擦的同时 美国加强了对外商投资的审查 和对出口技术的管制 硅谷风险投资人马瑞表示 已经建议多家美国初创公司 尤其是人工智能 媒体以及其他涉及敏感因素的企业 暂时不要接受来自中国的风投 规避潜在的政治和公关风险 同时马瑞观察到 规避风险的举动是双向性的 也就是说收紧的政策 与两国之间的敌意 导致没有中国政府背景的独立资本企业 都选择暂时不投资美国 这对需要中国资源的美国初创公司来说 是不利的 美国高格力华律师事务所合伙人 胡斌认为 这给市场带来的寒蝉效应非常明显 审查加大了交易的不确定性 交易时间和成本相应提高 导致中美之间投资并购 与技术转让的交易数量下降 另外华为孟晚舟事件 也使得中国企业对美国市场进而远之 胡斌指出 在中国投资者的眼里 对公司的审查可以理解 但如今出现了针对公司高管个人的行动 引起其他公司管理人员的忧虑 西南偏南大会上 中国力量的进退 只是中美经济科技往来的冰山一角 但从中可见 在贸易协商未果 华为事件也没有落幕迹象的时刻 寒蝉效应正逐渐弥漫于中美交往的各个角落 充尾 00000 2 3 4 字幕志愿者 杨栋梁